毛尾女快不上楼还没到家 铁门已经敞开 进入屋内后赶快把门关上 会这么慌张 因为一名黑衣男紧跟在后 看到女子进门后还在门口观望 一次发现监视器镜头才下楼离开 当事人吓坏了 明明不认识对方 却遭到尾随跟踪 跟踪事件发生在新北市土城 18号晚间8点多 男子先是骑车在现场闲晃 之后步行到巷口 看到当事人出现 立刻跟上前 一路看着他走进家门 当事人事后提告性骚扰 里长也在群组通知大家提高警觉 附近住户不免担心 因为这次被跟踪的女子 住在明德路上 遭到陌生男子尾随 两个礼拜前 距离200多公尺的中央路上 也有民众反应 遇到同样状况 两起事件是否为同意人 警方还要再调查 已经通知该车的车主 阳性男子道案说明 已厘清事件的死磨 那相关的仪式跟踪 刑事将会依涉 信息号防治法 及社会秩序为无法裁除 跟踪法最快年底上路 目前无故尾随他人 只能以设违法最高罚3000 但前提必须是当事人 劝阻不听 这回一遇归女子遭陌生人 尾随到家门口 附近住户提高警觉 警方也将加强巡逻 TVBS新闻 华林捡御习新闻事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